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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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块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在我们小学旁边 有一个卖冰罐的厂 他那多少钱 他说一毛钱两袋 然后我就花两块钱 买了那么几十袋 放在学校里边 我一毛钱一袋 我每袋挣五分钱 就每袋就翻倍了 对对 挣五分钱 卖得怎么样 卖得挺好 有一段时间挺火的 后来我们小卖店老板 跟他学校反应这个情况 说没得到他那买冰袋了 后来我爸制作的事 就严厉禁止了 说刚才山西人 山西人有这个经商的 有经商的 其实在血液里面 有经商的气质 你觉得啊 从语速还有外貌 就透露着那种精明像 那如果在未来的面试当中 能够着重地 把自己的踏实跟勤奋 还有韧劲展示出来的话 求职的成功面就更大了 好 新亮 新亮 我对你的青年女生 很感兴趣 所以刚开始做的时候 怎样去找这些客户的 第一个方面是 我在瑶佐那个网站 疯狂地发帖子 然后发帖子呢 但是我这个帖子 比较有特色一些 就是我告诉大家 对 这是关键 怎么发帖子 发帖子的时候 我会发说 母母青年旅社 逗号 重墓床位 因为我那个是唯一一个周围 有墓质床位的一个地方 重墓床位 对 逗号 后面 只招大学生学历水平住户 就类似于这种话 因为我只有一套房子 但是呢 我会发新亮青年旅社 连锁店一 还有三张床位 新亮青年旅社 连锁店二 还有四张床位 新亮您一直发系列 还有几张墓床位 请速预定 类似于这种 来 徐林 你好 新亮 我觉得你还是非常有想法的 然后因为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在下面其实特别需要 这种营销和策划的这个人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在做这个营销和策划 你从哪几个角度 来去考虑这一件事情 来怎么样去策划这一件事情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自己觉得 你身上的优点和缺点是哪些 好 如果说 如何策划一个问题的话 我一般会考虑 假如是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市场是什么 市场定位要准确 第二 它的那个 就是盈利模式 是否非常科学 紧凑 第三呢 就是我的团队 是否能够 很紧凑的 很特别那种 激情高昂的 把这个事情办好 好 那分明自己 优点缺点 我的优点呢 就是 生活态度特别积极 向上 然后那个 会不停地去挑战自己的底线 突破原来的我 不停地挑战自己的能力 能力 挑战自己的底线 对对对对 挑战自己的能力 突破 突破前一个我 然后达到一个 新的一个自我的提升 然后呢 我的缺点就是 生活经验比较缺乏吧 因为刚进入生活不多久 工作经验比较缺乏 第一 第二的话 缺乏一个 很好的一个学习平台 因为我个人认为 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可以的 来 12位 初步印象 做出判断 市区市流 选 好 不错 12位都给了机会 天生我有财 新长 刚才你提到 你在美国还读过 读过书是吗 不是 我那是刚才说了 我是参加一个 就是 金利大学和美国的一个 合作项目 那会儿 上大学那会儿 我是想着出国嘛 多长时间啊 一年 在哪读的呀 是交换是吧 不是交换 就在金利大学读的 就在金利大学 没出现 他是在金利大学读完以后 就是出国非常方便 我看你在学校里面得过 市场营销竞赛的伊伦家 能讲到这段经历吗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在大二的 不是大二 是大二后半学期吧 应该是 然后我们有一位 市场学老师 是极大的一位教授 他讲那个 他开的课 叫Marketing嘛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 恰风圣诞嘛 然后老师呢 就正好做一个 就是实践活动 然后那个一个戏 分为几个班 每个班呢 分为几组 活动基金是五百块钱 我呢 拿出那个几百块钱 就是五百块钱中 可能拿出二百 或者三百左右 购买了一大堆 那个圣诞节的那些 糖果呀什么的 然后买那些纸 自己就放几个同学 一块做那个东西 比如说一个糖果 可能就是一块钱 市场上卖一块钱 经过包装以后 可能卖两块三块 就在校园里卖吗 这是校园 校园分两队卖 一队是校园里边 就经大学 博校区 还有一队是在 就是长州市 比较繁华的一个街道 两个部队 剩下的那几百块钱 我们找了一个 当地咖啡厅 因为我们这个学校 有一个外教优势 很多外教嘛 然后我呢 就邀请我们 非常关系好的几位外教 他呢 然后再发广告 就是填那个小片子 在各个大学 母月母号 下午几点到几点 就是外教 这是 就是有什么什么 几位就是外国友人 与大家一块 在这个咖啡厅 唱他这个比如说 这个就英语交流 这方面嘛 就司律系的这个论坛 然后呢 每人 就是当天下午参加的话 每人是十五十块钱 最后这个结果 是什么行李 结果是我们得了 一个一能奖 挣了多少钱 不到三千块钱吧 我觉得简单的归结 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天赋的生意人 是 这真的是有天赋的 是那个融在 那个学里的 融在血液里的 二刀饭子嘛 那个生意的意识 所以呢 其实最合适你的 其实如果有好项目 是自己创业 如果不是自己创业 为了让自己 哪怕将来创业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好的 累积的一个 管理能力啊 这方面的一个基础的话 我觉得你在选择 岗位 也包括老板 给他岗位的时候 应该尽量要给他那种 需要创意的 这种运营的岗位 不是那种 按部就班的 给他空间 让他能够去发挥 他只要找到 合适对的事情 他会有很大的热情 或者换句话说 星亮是有小宇宙的 对 就是需要找一个 合适的平台 让他的小宇宙爆发 爆发出来 可是我觉得 他好像是一种 小生意的概念 你看他前面那个 青年旅社 其实做得挺好 卖点挺好 但他就不知道 自己去开成连锁 对吧 还没到时 开开的时候 就不需要什么资金 他就已经开了第一家 现在是很多这种 我都知道很多这种 他做一个学生 做得就是少 但大部分就是已经是 当职业在做很多人 是的 他是学生 已经做得很好的 那我刚才有一个弱点 没有提到 就是跟你将来这个工作 因为你可能要去做运营 要去做营销 你的表达上还是要注意 表达没有重点 对 在管理培训生的话 我想肯定你自己 对很多岗位都有过设想 比如说销售 营销 行政 人事等等之类的 你自己曾经有设想过 你最想做什么吗 我其实我曾经一度 一度就是也算不上设想 可能有点幻想了 就是想做一个人力总监 但是属于就是业务口的那种 过来的人物总监 人力总监 这样的话我都懂 对 然后但是我就是内心中呢 我又特别对销售感兴趣 所以说我希望是能够 从销售这方面转过去 没有 没有 没有一个职位 又是业务 又是销售 然后还转过去 就选一个行不行 选一个 只有这样的职位 就是当老板 选一个 选一个就是销售来的主管 销售总监 刚刚你其实显示出来的特色 是营销企划之类的 好 12位 二次选择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转移到了 星亮的手里 选择 好 不错 不错 虽然那么啰七八糟 但是大家也留下来 说明什么 确实有热情 而且动脑筋 对不对 来 优胜教育 星亮我觉得那很有潜力 但是跟我的判断一样 就是我还是希望你 从基层开始接触起 所以给你的是 优胜教育市场部的 一个市场专员的岗位 市场专员 咖啡之一 我觉得聪明灵力 有热情挺好的 而且很阳光 我给你的岗位是 营销专员兼管理培训生 居美优品 星亮你好 我给你职位 是我们市场部 市场专员 这职位 说实话是我自己 接待的 而你也知道 居美优品是非常重视 市场营销的 所以我觉得是 非常不错的职位 好 来 吴巴东圣给你的岗位 是运营专员 运营专员 两个环节 一方面你应过 58的信息服务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在做电子商务 这两方面的运营 来 帅康电器 两个岗位供你选择 一个岗位是 雏电的工程经理 雏电 厨房家电的 另外一个岗位呢 是橱柜 橱柜的区域经理 这两个呢 职务呢 是评级的 来 大街网 我希望提供给你的职位呢 是两种 一种是那个 市场专员 就是偏营销策划 这个类型的 第二个是这个 销售专员 好的 来 一个是营销策划 然后一个是销售的 还是基础的岗位 销售的专员 好 谢谢 经过思考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五盏灯灭掉 再见 那边 再见苏仔 这个这边 再见 中华 再见 再见 直奥 再见 尹锋 再次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五八同城 对阵 巨美优品 盘前不伤感情 好的 因为你有些经验 所以说 这个岗位薪资是四千 好 谢谢您 姚总 哎呀 我本来想给高一点 但是我确实不想 让那个城后感觉 我又是拿现金 因为好多是被人家缩了 我也给四千吧 但是这个岗位 应该上升空间 是非常大的 我不知道两位老主 介不介意我进去 可能是要丛林学起的 我们是希望 你丛林学起 好 真正教你 好 谢谢 我们有完善的培训 保证你很快 他就可以上手 好的 没什么问题了 没问题了 思考一下告诉我们 你今天晚上 将会让谁心情好 是五八同城呢 还是巨美优品呢 还是让他们两个心情 继续不好下去 是五八同城呢 还是巨美优品呢 还是让他们两个心情 继续不好下去 我选择巨美优品 因为我 我喜欢去牛油品这个宝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